大家好 到了这个一月份还有二月初 我们养兰花呢 有几件事情 必须要开始着手准备做 才能保证兰花在春季这段时间 狂长新根 广袤新长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给它做一次全面的杀菌杀毒处理 我们给它做一次全面杀菌杀毒处理 就是让这个兰花有一个 比较良好的环境来生长 那么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用这个戴森猛熏 给它兑水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给它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等我们浇灌完这个戴森猛熏之后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再用清水给它冲洗一遍这个质料 不要给它有太多的药物残留 那么等到第二次给它浇水的时候 就必须要给它补充大量的有益菌 因为经过杀菌药之后 有部分有益菌也会被杀死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蓝菌王 按照1比500到600的水 来给它浇灌 增加毒氧中的有益菌 因为兰花的质料 有益菌多了 它们可以相互提供营养 兰花吸收养分的过程 是以兰花的共生菌相互提供营养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增加植料中的有益菌 我们使用这种蓝菌王 一般连续使用3次就足够了 大概10天到15天给它使用一次 我们使用这种蓝菌王之后 给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生长 那么接下来想要它长新根更加多 长新芽更加快 给它使用这种生根剂吸散药 因为这种吸散药它是比较针对性的 比如说一些果蓝 羊蓝 同样也是按照1比500到600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这个土氧就可以了 一般正常来说用这种生根剂 我们只需要给它使用两次就完全足够 这样是浇灌土氧 那么从这个1月份开始 给这个兰花通过这3种处理方法 就能保证它在春季这段时间 狂冒新根 狂小新芽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